说到运动近年直排轮曲棍球运动逐渐受到关注 不过过去因为受限与场地不足 许多海线地区的学生选手还有爱好者们 只能利用大甲体育场内的一处空地来课难练习 为了要让直排轮的运动环境来解套 经过地方明代的多方争取之下 市府决定编列400多万的经费 在体育场内先设置台中市第一座公立直排轮曲棍球场 预计赶在明年2月完工 声音响起选手们拼命的争抢球权 就是近年来相当受到欢迎的直排轮曲棍球运动 但因为受限于场地不足 海线地区的选手跟学生以及爱好者们 也只能利用大甲体育场这处平滑空地各难练习 我在这里打大概三四年 这边的场地是因为它没有围起来 所以我们球会到外面去乱跑 而且这边运动的人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是一个很快的运动 如果人忽然间闯进来或者是误闯的话 对我们来讲很非常危险 因为正式的场地旁边是有围板的 如果没有围板的话 我们打起来就是去正式比赛场地会比较不顺畅 有时候这边人太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四处找到场地都没有很适合场地 就是我们会跑到不同的地方 可是大家没有一个固定 所以大家对这个交通方面就是很不大方便 在溜冰人口其实相当多 我们溜冰人口其实并不输给其他的县市 可是打球这一块就是因为没有场地 所以的话就没有办法在成绩上面能够提升 直排轮曲棍球运动在台湾是相当风行的 而北部也有多座的标准场地 但是同样身为六都直辖市的台中市 却一座都没有 让地方是很失望 而索性在地方名单的争取之下 市府将编列四百多万的经费 在大家体育场内要设置台中市第一座 公立直排轮曲棍球场 并赶在明年的二月份完工 大概符合我们二十四十的一个 标准场地的一个执行 那我们可以提供我们这些青少年的一个活动的场地 那未来如果举办比较大型的话 那也可以在这里来做一个比赛 这是一个标准的场地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为台中市 都带来一个很有意义的这个运动 那对于未来举办本市或者全国性 甚至于国际性的比赛 我们也有场地可以来举行 除了要打造全新的直排轮居棍球场之外 也将针对周遭的篮球场地破损 以及投币式的照明设备增设等项目 这一次也都将一并的进行施工 也希望通过整体的改善 要提升海线的运动环境 带动更多人来这享受健康生活 这就传播和台中采访不到